康特继续建设房子,奶奶和阿祖法也不甘示弱,一起帮忙搬运空心砖块。 奶奶已经上了年纪,但她仍然坚持要帮助康特完成这个家。 凯撒只能在一旁玩耍,但她并不孤单,因为现在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。 这种温馨的氛围让凯撒的心情明显好了很多,脸上常常挂着灿烂的笑容。 康特继续进行气墙的工作,之前阿祖法提议先建设一间房子,但现在不知道康特是否有了新的想法。 无论如何,康特在建房子这门手艺上还是相当不错的。 凯撒虽然年纪尚小,但已经对妈妈的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 他时不时模仿大人的动作,想要学着帮忙。 这种好奇心和学习欲望是孩子天性中最可贵的部分。 阿祖法一边照看着凯撒,一边将水泥沙浆抹平。 阿祖法的这块地皮面积相当可观,未来可以有很多发展空间。 到时候,康特一定要跟莫森仔细确认一下地皮的具体情况和相关事宜,以免日后出现任何纠纷。 康特需要把把那边堆放的空心砖块一一搬运过来,为接下来的气墙做好准备。 就在这时,奶奶已经将红茶泡好了,大家辛勤工作了几个小时,此刻正好可以稍作休息,品尝一下红茶。 奶奶也非常关心阿祖法,毕竟阿祖法刚刚生完孩子,身体还需要时间恢复。 康特打算先把手头的活干完,然后再来享用红茶。 他一向以高效著称,干起活来总是雷厉风行。 按照目前的进度,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,这座新房子就能顺利完工。 不过,目前还面临着建设材料短缺的问题。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,康特已经打算近期去寻找一些临时工作, 挣钱购买所需的建材。 阿祖法在气墙方面的机能也突飞猛进,现在的手艺已经相当不错了。 两个人默契十足地配合着干活,这种齐心协力的场景正是一个幸福家庭的真实写照。 康特不是在旁边给阿祖法一些指导,从他专注的眼神中不难看出。 康特心里还是希望能够尽快完成房子的建设。 为家人创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居所。 康特终于完成了手头的工作,如是重负地梳了一口气。 他决定稍作休息,想用一杯香浓的红茶来犒劳自己。 阿祖法去打了些凉水。 就在这短暂的休息时刻,康特的思绪又飘回到了莫森那里。 他打算找个合适的时机与莫森好好谈谈地梯的事情,以确保未来不会出现任何纠纷。 阿祖法听到康特的想法后,也表示赞同这个决定。 尽管休息时间短暂,康特的脑海中已经在规划下一步的工作。 他打算先把眼前这两面枪起完,为整个房子的轮廓打下基础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几天康特刻意避免提起他妈妈的事情。 这无疑是为了照顾阿祖法的感受。 事实上,康特深知自己应该更加用心地对待阿祖法,努力从他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。 这种换位思考不仅能增进彼此的理解,还能让他们的关系更加和谐融洽。 康特意识到,作为一个家庭的支柱,他要在未来的日子里多倾听阿祖法的想法。 毕竟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需要双方共同努力,相互理解和支持。 只要他们齐心协力,不仅能建起艰固的房子,更能构筑一个温暖的家。 康特气墙的速度令人惊叹,一块块空心砖在他的操作下迅速就位。 旁边堆放的空心砖块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。 然而康特也意识到,很快就需要补充建材了。 他还得混合水泥沙浆,看着剩余不多的建材,康特打算外出打工挣钱。 其实,康特可以选择先建设一间房子,但康特显然有自己的想法和计划。 也许他希望一次性完成更多工作,或者有其他考虑。 奶奶看着忙碌的阿祖法,心疼知情异于言表。 尽管年事已高,他还是坚持过来帮忙搬运空心砖块。 康特注意到了奶奶的举动,出于对长辈的关心,他劝说奶奶去休息。 这些活就交给他就可以了。 经过康特的再三劝说,奶奶最终同意去做一些较轻松的事情。 即便工作繁忙,康特也没有忘记照顾小凯撒。 作为父亲,不仅要为家庭建造物质的住所,更要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。 感谢观看。